大家好 我是萱萱 大家好 我是陈昂明 我们祝大家十年身体健康 笑口常开 龙马精神 学业进步 那萱萱这一次是第一次演那么苦情的角色 因为平常你都是演女强人这样子 所以拿捏这个角色的时候有什么心得 那个时候感觉就比较奇怪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没想过 这个王宝川是这么苦情的 整个人生好像都是再不开心的情况下 去生活 那我一看见剧本我就想 哎哟 怎么办 因为在从前拍戏 我看到感情戏我会有点压力的 我就怕到那天的感觉没有的话 那就惨了 那会有点紧张 但是这个戏开始的时候会了 看见剧本那么多酷戏 怎么搞呢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每一次到现场拍的时候 哎 一拍我眼泪就来了 可能也是我们在现场没有这么玩了 然后对手对我来说很重要的 如果对手是 他们就包括我号名呢 跟其他的演我爸爸妈妈的他们 每一个演员他们给我的感觉 就是很舒服的感觉 这一看见他们就觉得 哎 他是我爱人 然后他们是我爸妈 真的好像是一家人的感觉 所以演的时候就奇怪的 就是很自然就 所有情绪就来了 然后到拍有点困难的地方 就是有一些戏可能要拍到一半 然后断了 第二天继续 因为时间已经太长了 那从来都没试过的 真的每一次都是 从前在TVB拍戏就是拍完就完了 才收工 但是这个戏有点不一样 那其实我拍完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其实我能做到的 我就有一种满足感 那么浩宾呢 对你来说 这次的角色有怎么样的挑战吗 第一次跟他合作 就纹缩续 就非常的很严谨的一个人 所以我就带 因为他就外国长大 性质比较直的那种 他如果觉得你不对 他会直接就不留情面的给你 所以 我是听说了 所以因为 那就变得 惨了 那这三个月 肯定不好过 欣赏就是 幸好就是 见到本人 大家原来都 都没有 没有说的那么的 恐怖 原来就比 比想象更恐怖 好没有 就很好 就是这一次 非常愉快的心理 我都刚刚说过 我们是零NG 这一般我们都 不用再来一次 这一般都是一条锅 所以 因为能够 跟这样的对手拍戏 绝对是一个享受 在拍的过程里面 你不用 对他不用有 什么的菜季 完完全全 把你的信任 放在他的身上就行 因为他绝对可以 你演什么 他马上可以 应对过来 听说合作的很愉快 可是长时间下来 有没有发现 彼此有什么怪癖 在片场的时候 蛮正常的 我们蛮正常 其实 说你不相信 可能你看我们 在访问的过程里面 就谢谢他 可是我们在拍戏里面 是另外一个样 因为最主要 我们这个戏 就比较 比较亚议 比较沉重 所以拍起来的时候 大家在 也不敢在现场 就闹得太 太 太 太过分 因为怕影响到 对方的情绪 我们一见面 就一般都是 把我们的脸 拉长三倍 就这样 就这样永远 我爱你 爱你都要 说得很不开心的那种 林可就在 公游的时候 就到外面去 找一些美食 所以减压的方法 就是找美食 对 那个时候 我去按摩 恒店有一个地方 都是他们带我去的 就是很好的做的 那我真的一个星期 大概两三天都有 两天 两天没按 就跟其他的女演员 我们就几个 可能去逛逛街 然后去按摩 这个是我最爱的 就很多港星说 去内地拍戏 就比香港拍戏 舒服的很多吗 是 就是真的吗 所以你有时间去推拿 还有时间 买照票 买照票推拿 对 在香港没时间去按摩 舒服是舒服很多 因为工作时间 是规定了 大概十几个小时 那如果超时的话 有需要的 我们也会去做 其实在TPP 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经过 最辛苦的时候 那你到外面的时候 什么东西 我觉得都是很容易 就是一个 梦仰行 你打过那个地方 你就没问题 就是同仁 对 其实是一个好的训练 看起来